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火箭是怎么演化到今天的 等你们参加工作的时候 又会迎来什么样的火箭呢 你们希望火箭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 首先这就是世界上现在的主流的 各种各样的运载火箭 也有我们国家的长征火箭在里面 也有这个航天飞机 对吧 那么这个通常的运载火箭 它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力学燃烧与控制的问题 我说它是经典的 就是说它不是像现在的一些 比如量子纠缠 量子力学问题 以及最近的那个超导这种问题 它跟它们不一样 需要很多的现代的量子力学知识 那么运载火箭它是一个很经典的 力学与控制的知识 那么我呢 也就是在三十年前 我是考入了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叫力学系 但很遗憾 那个时候啊 跟你们现在不一样 应该说这个力学专业是一个天康专业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 像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啊 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啊 进行交流 所以我上了这个天康专业呢 那时候呢 我们的专业呢 它转为了这个叫力学与机械工程系 可以知道我们那一代人 那个时候大家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机械 比如是汽车 是吧 小轿车 所以它就机械成为了热门 当然现在那个系的名字又恢复了 它叫力学系 那么我们说火箭啊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它的可靠性只能做到98%左右 就是100次的火箭发射里面 可能有两次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困难 所以我们说火箭是一件困难而又正确的事 我们就是要做这种事情 那么我们说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 我们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火箭的运载能力的最高峰 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再人登月 也许等我们人类再过了一万年 我想人们已经不知道 我们当时候哪个国家的总统 主席是谁了 但是我们还会记得什么 谁是人类第一个登上的月球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 在大概50多年前 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上的月球 那么美国在最近也提出了 要重返月球 那么他们这次重返月球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目标 就是说他要让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女航天员 是女航天员 要是美国人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计划是在2024年 也就是明年登上月球的表面 但事实上后来又推迟到了2025年 我看现在还要继续往后推 估计要推到2028年就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中国也是在前些日子宣布了 我们国家要用我们的叫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让我们的宇航员在2030年之前就登上月球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已经把这个载人登月的火箭 也已经把它做完了 那么等小朋友们 等你们工作的时候 你们的火箭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你们能想象一下吗 那么现在的火箭 它的飞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边飞行的这个过程中 是边飞就边扔东西 就是用的 没用的东西它就往下扔 它的发动机 火箭是分级的 一级一级 燃烧完了以后 就把它的壳体给它分离 然后把它扔掉了 在这期间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你在两级分离的时候 它会砰的一下 把第一级往下推 如果这一级把它扔了 当然是很可惜的 比如我们要去到月球的时候 我就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嫦娥工程开始的时候 参与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 这个火箭研究中来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的火箭要对准月球以后 再来加速 中间就会把那个发动机 主发动机呢 进行一个关机 把它关了 关了以后呢 就会像这个图片里面显示是 那个失重飞机 就是飞机的发动机 一关了以后 它就会往下掉 就好像 如果你们玩过蹦极 或者是你坐的电梯 如果突然坏了 往下掉的时候 我们肚子里的东西 就会像这上面一样 会飘起来 那么火箭的推进剂 也会飘起来 那么这时候 火箭如果要再次点火 那就是没法成功点火的 那么我做的工作呢 就是 我大学学的这个 流体力学的工作呢 所以就是 用来帮助我们国家 这个火箭 多次点火的时候 能够让它 成功地点火 那么 我的问题就是 等你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火箭 还是这样飞行吗 那多可惜呀 对吧 现在的飞机 你们工作的时候 火箭能不能像飞机一样飞行呢 它发射完了卫星以后 它自己还能够 飞到 飞回原来的发射场 加住推进机以后 像飞机一样 换个旅客 又可以继续飞行了 可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几代人 他们的火箭 是怎么样 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首先是这个古代的火箭 当然 大概是一千年前 但那时候的火箭 跟现在很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的祖先 他其实发明的是这种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那种 玩具一样的 那个火箭烟花 加上一个箭头 那么到后来 这个火箭 在我们的书籍里面 其实就像考古文一样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其中有一个传说 就叫火龙出水 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据说那个书里面记载 它是让它沿着水面 一两米高 这么高的地方飞行 由四支火箭 把它一个火龙 把它推过去 推到快到敌人的战船的时候 就在这个龙的嘴巴里面 会吐出另外一个火箭 有点像这个多极火箭的意思 这样就把敌人战船给烧了 但是呢 我们也是我们的母校 中国科大 它有个考古系 科技考古系 它在考察这个火龙出水 它就发现各种验证 就发现它的飞行 是不稳定的 很容易就自己摘下来了 那么从我的专业上来看 其实它的飞行 也是很困难的 它很难持续地飞行 很远的距离 那么随着这个战争的发展 我们的国家的火箭技术 就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其中很著名的一个就是 以前古印度的统治者 以及跟英国东印度公司 打仗的时候 他就用了这种铁管式的火箭 这样的火箭就能够 喷射得非常的远 几公里 那么到后来 也是有一个传说 就叫我们的祖先叫万户 他就想到 自己能不能坐到这个火箭上 能够飞上太空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是失败了 而且丢失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人们为了纪念他 各个国家就发行了这个邮票 以及在月球的背面 有个撞击坑 也是用万户的名字来命名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那么这个时候的火箭 它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的这一代人的火箭 它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我们说它是一种工匠经验式的 就是说 它能飞 但是呢 做不大 又飞不稳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它只有简单的 这个工匠的经验来做 那么到了近代 就不一样了 我们说它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时代的特点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 俄罗斯的科学家 叫做齐奥尔科夫斯基 其实他最初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那么他就发展了 这个火箭科学的理论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有什么 它有很多数学的东西 有公式 那么火箭公式 就是这个图上所示 你有了火箭公式以后 你就抓住了这个火箭运行的本质 我们就知道 什么时候 我就可以进入到太空了 当然齐奥尔科夫斯基 还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他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能永远躺在摇篮里 那么光有科学的理论是不够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又提到 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叫戈达德 现在还有一个研究中心 叫戈达德研究中心 那么他就来做了实验 他也写了一本书 叫达到极高高度的方法 那这上面不仅有公式 而且开始做实验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看他做火箭实验的时候 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万户是直接自己 坐在那火箭上去 那他就用了一个小的望远镜 在很远地来观察它 而且来测量 来计算这个火箭能达到的高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就进入了第二个时代 就是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火箭能够飞行 怎么样才能进入太空 但是呢 还太小了 不实用 对吧 没法载人 所以又进入了这个现代火箭 第三个时代 那么现代的火箭 从哪里发展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俄罗斯 提到了美国 我们现在要提到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现代火箭的鼻祖诞生于德国 德国的威二导弹 威二导弹的意思其实是报复者 其实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德国人用它来干嘛 用它来杀人的 这个导弹和火箭的区别就是说 如果上面是一个炸弹或者原子弹 我们就叫它导弹 如果是运的卫星或者人 我们叫它运载火箭 那么德国人它发展这个 现代的这个火箭呢 就是它实现了两个突破 一个就是它的火箭有一个制导系统 这样我就想去什么地方 就能带领它去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赖高温高压的涡人增压泵 因为火箭要产生很大的推力 在单位时间内 就要推送很多的推进剂 挤到这个火箭的燃烧室里面去 火箭最重要的一个难点 就是怎么样控制这么多的炸药 又能够稳定地燃烧 不发生爆炸 让火箭往前推进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名车 汽车 其实这个涡人增压泵 就是宝马刚刚诞生的时代 他们发展了这种内能机 汽车其实就是一个内能机 就是在里面燃烧的这个机器 所以叫内能机 它能耐高温高压 所以德国人是在应该说 大概这个八十九十年前 他们领先于这个世界 发展的这个涡人增压泵 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个实用的 什么运载火箭 也就是导弹 这是运载火箭的前身 那么在这之后呢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德国人是失败了 那么美国人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威亚火箭之父 也叫美国的月球计划之父 叫冯布劳恩 他是犹太人 把他抓到了什么 美国 进行了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登月火箭的研究 也就是那个土星五号火箭 那么这个时候的火箭呢 就进入了一个工程实用的阶段 他可以用 但他这时候的用处是什么 破坏性的 是用来杀人 也被坏人所掌握 最先所掌握 那么在这之后 除了这个美国人 我们又提到这个苏联 美国人最先把冯布劳恩 给抓走了 那么这时候 苏联人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也是胜利的一方 他们也来到了德国 但他们晚了一步 他们就把那些 还没有抓走的 这个工程师 还没有运走的那些 V-2导弹的零部件呢 运到了我们大兴安岭 以北的地方 就叫西伯利亚 很寒冷的地方 那么苏联人呢 是最早地做出了这个 世界上这个现代的 这个叫运载火箭 做出运载火箭 那么这时候 整个西方都感到了恐惧 因为那时候 用了这个火箭 可以把卫星发射进入太空 那么美国人就说 那这时候我们的那个美国人 那每天都暴露在这个苏联人的这个眼皮底下 因为这个卫星是可以观察这个地面的活动的 所以就在这个世界历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学的名词 就叫斯伯特尼克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 整个世界的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因为这个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这个名字 它叫斯伯特尼克 斯伯特尼克 所以运载火箭也是一个国家力量的一个象征 那么如果每逢五年或者十年 比如这个 接下来的应该是2024年 对不对 也就是明年 有可能我们国庆阅兵的时候 你们去看的话 就发现最后一个方阵 都是这图上的东西 叫东风五臂 其实东风五号是一个战略导弹 它能运载原子弹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它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所以我们国家的系列运载火箭呢 其实最初就是从这个导弹改装过来的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火箭之父 航天之父是全学生先生 那么全学生呢 它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的这个运载火箭发展呢 就是因为它当时是在美国留学 它是在加州理工学院 一个很小的学校 但是它的创新精神非常好 它当时在那里 共同组建了一个五个人的 叫号称是自杀小分队 因为他们在研究这个现代的火箭 那么就不断地实验 就经常在那里爆炸 学校就把它们赶出去了 那怎么办 他们就在加州理工学院旁边的这个山沟里面 创建了现在世界上应该说是最著名的 这个航天实验室 叫喷气推进实验室 JPO 现在还是非常著名的 我们的火星探测 那个美国的火星探测 飞出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旅行者号 都是JPO来进行总体设计的 那么为什么全学生能领导中国的火箭呢 这问题还没回答 对不对 那么他不仅仅是领导了这个最早的美国的火箭研究 而且当时冯布劳恩不是要去抓他吗 从美国去抓他吗 去审问他的就是前学生先生 他去德国去审问那个冯布劳恩 所以他是最早就知道了这个火箭的前沿技术 也参与到了其中的研究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 就是领导下呢 就我们国家就发展了 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那么我开始参加的时候 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就是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 长征六号这系列 比如长征五号的这个极尖分离的设计 因为极尖分离的时候 如果一极关机了 它里面的推进器就会飘起来 我就研究这里面的流动 怎么让它很稳定的推进器 沉在这个火箭的底部 这样二极点火的时候就能够成功 那么这里我要说两点 这个火箭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前学生时代的这个火箭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 你们去看它的推进器都是剧毒的 四氧化氮和偏氧甲紧 你接触多了还会引起皮肤的癌症 为什么我们上一代人 要用这么差的推进器呢 是因为刚才说到了 就是火箭最重要的一个用处 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 要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们能够安全地坐在这里 分享这个火箭的知识 就是因为那时候 它主要的用处 刚开始的东风五号 导弹是用来怎么样 发射原子弹的 它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 在一秒钟之内就要能够发射 那么如果用现在的这种 新一代的绿色推进器 这个夜氢夜氧的话 它就不能长时间的什么呀 储存 夜氧 它会蒸发 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那你不得不把这推进器呢 给排出来 要临时加注 所以这时候的火箭啊 就是我们说 进入了一个系统工程的时代 这时候人进入太空 而且也能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好处 因为人站得高 望得远 但它是一次性的 成本很高 也不可靠 那么未来的火箭 就应该是 可以重复使用的 那么现在呢 那么我们也知道 美国很早就进行了 这个重复使用火箭的 这个尝试 它就用了这个 发展的这个航天飞机 但是呢 它是很不可靠的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飞机的 航天飞机的可靠性啊 只有大概98% 所以它发射了 130多次 其中有两次 就发生了爆炸 每一次牺牲了 这个7名航天员 所以航天员 我们说它是航天英雄 就是因为 航天现在是很困难 很不够可靠的一件事情 不如飞机那么可靠 那么而且 航天飞机的成本非常高 刚开始说 重复使用 是为了节约成本 结果反而航天飞机 平均一次的使用成本呢 高达15亿美元 所以它后来就被淘汰了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 长征二号F 载量运载火箭呢 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用两个 不可靠的方法 来组合 来并行的组合 就是假设 同学们可以算一下 我们发射一万次 这个载量运载火箭 由于火箭底下两极 只有98%的可靠性 所以这一万次里面 就有两百次怎么样 可能会发生错误 那么这两百次发生错误 如果宇航员在里面 那起步宇航员太危险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那个 载量运载火箭上面 还有一个尖尖 其实有这么 两层这个楼这么高 甚至有十来米这么高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固体火箭 那这个火箭的可靠性呢 也有98% 所以这两百次里面呢 还有196次 能够把宇航员 安全地带回地面 这就是前学生时代 他用他们的方法 我们不可靠的两个系统 来组合成一个 非常可靠的系统 这其实给同学们 也一个启示 像我考数学的时候 我做一遍的话 只能得90分 所以你要得更高的分数 你就要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方法 有时候你要把答案 带到题目里面去 倒着算一遍 这样你大概能得到99分 就是跟这个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现在呢 SpaceX公司 也在发展 他们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就是第一级 能够像这个视频中一样 可以垂直降落到这里 那我们国家 现在也是 我们这一代人 就比你们大一点的人呢 不管是运载火箭研究院 还是各种民营火箭公司 也都在研究 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那么未来的 可重复使用火箭 能不能像飞机一样飞行呢 我想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只能在这个庞大的时代中 就像一粒沙子 我们每个人 像我在火箭中 只能做很渺小的 一点点细小的工作 但是 一代人 它的力量汇集在一起 我相信 未来就能做出 像飞机一样 快速飞行的这个火箭 发射卫星以后 还可以回来 那具体怎么发展呢 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规划 但是我想 这些都不是确定的 都是等待着同学们 有兴趣的人 你们这一代人 能够见证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好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